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类社会面向21世纪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之下 我们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需要找出一个很好的平衡发展 跟口持续这样一个保护自然 人文 历史 景观 宗教等等 这样一些人类的一些文化遗产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主题 那么在这个大会上面 我们也认识到了很多著名的 在行业里面有影响力的一些专家跟学者 学习了很多 非常感谢大会 那么我想的话 以后如果说有机会的话 我们也会多多参加这样的一些交流的这样一个平台 那么我是来自于中国的 那么中国的话 现在对于旅游 它发展的空间非常大 中国政府也给予了大量的支持 那么在全球的经济一体化的这样一个环境之下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公司的一线的实现者 我们也很高兴能够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全球经济快速发展 特别是旅游持续快速健康 快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大好的形式之下 那么利用一些互联网 一些信息化的这个手段 那么去改变提升我们的旅游体验 去保护好我们的一些物质文化遗产 那么我也重心的希望全世界的相关的业者 能够携手并进 创造更加美丽的我们的家园 谢谢 谢谢